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了,那就开始来到杰斯频道 就回到今天星期的新桑海神州的第二节 欢迎我的好拍档桑普 杰斯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是,没错,这几个星期我都留意到很多YouTube频道 包括我和桑普都说了很多的江文蔚 奥运期间其实大家都很正常的,讲江文蔚 所以这个星期,桑海神州就不要再拿这个来做标题 不过我都想继续讲一下,就是我又回不了香港 如果我回到香港呢,我觉得我有件事很想做 就是去吃士多啤梨 我不是吃士多啤梨,士多啤梨当然是温哥华好吃 怎会在香港 是,是的,光顺一下香港的黄店,茶餐厅 如果还有黄店的话,但是我还有一件事我真的会做了 就是去各大投注站那里呢,就寻找江文蔚 就是因为谭志源说过,他说马会请江文蔚就什么都做的 就是跨部门很多project啊,就是不只是在什么事务部那里做的 assistant manager的,那就样样都会做 那我觉得其实搞一些公关东西那样,我觉得给一条好轎马会啦 四万多人请个金牌运动员回来,其实执倒啦 就是我觉得很多其他,就是汇丰啊,或者TVB啊 个个都想请江文蔚啊,大佬 就是一听到他退役,准备转行 那这次马会执倒一个好丑啦 那我觉得是善用的,就是搞一些公关 比如就是赛马一日啦,或者英超就来开了 那十九区各大投注站,就叫江文蔚去每个投注站都去坐一天啦 那就是可以令到那些投注额都大增啦 慈善嘛,都是慈善活动来的,我觉得这个挺好啊 真是很有秘密啊,不妨马会就考虑一下,是啊 不要浪费啊,不会做很久的啊 人家不会跟你帮你打工打过世的啊 这些都是在找着很多那些四大家族那些公子哥儿啊 已经打着他主意,很快埋街吃井水 那你将来日雨有荣言啊,就是你想一下 喂,大佬,如果你马会就来说,以前郭晶晶都在我那儿 做过投注站的,说那你很威胁啊,马会 所以郭晶晶就没份啦,那你这次真是捉到一个江文蔚 那就不要浪败了他啦,说他,喂,真是黄尸都来投注啊 真的随时,不是开玩笑啊 播着那段片子,说救命啊,我30岁了,不断地在无限转 包裹一大堆的那些麻木阿叔一定去冲去投注啊 是啊,一定激震,一定激震啊,这些投注啊 好巧啊,这条,好巧啊,这条 他说一想任要去杭州,带一帮人去粗粗粗 那些青年带上去杭州,看什么东西,吃什么东西 主要去那个地方玩,然后之后呢 好像这个礼拜日啊,就是播出之后呢 这个礼拜日,就会呢,有个和谭智元的高峰论坛 给大家去参加的,大家先期待的 这些真是没有新意啊,谭智元你真是 所以说,就是你做过政府官员这些又是,就是食室委 你其实用什么青年论坛呢 你来着礼拜日就一定出来,跟江文蔚戴上个面罩 打回一场剑击,这些,那不用什么说话呢 说话的留在底,给叶柳啊,梁振英啊,这些 就是江文蔚,是不是呢 你不懂得善用他的优势,是不是呢 那他终于就出,总之,上班,以后上班就穿那套 我强调一次,四万,四,现在没有人公布这个,就是那个人工啊 但是大概是四万,四万多元,请过山椒牌回来啊,大哥 你马会,真是再说一次,是执倒啦 那如果你都不懂善用他,那现在,这些是帮到李家超的啊 但是这班食室委是完全想不到的,是不是呢 那你的社会会不会开心一点啊,每天都会有个 有个好像吉祥物那样在那里,是不是呢 在那打转,那你有多个人呢 那你应该是这样搞啊,什么清理回来,什么行政啊,什么食 这个是曬旗的,真是,所以说 曬旗的,所以说是 曬旗的,所以不懂得做的,杰斯就说得好了 就是应该找他做形象顾问,非常好 曬旗的,江文慧,经过拿个巴士和大家一起 揮舞,就谈知了两个人,坐上去和巴士的顶头 是,然后,已经讲了他的石氏论文 多么有proud,多么... 桑普这些是斯文人,刚才还用什么形容江文慧呢 叫做什么,形象大事 我这些粗人就不会叫他形象大事 这些叫做公关小者嘛,大哥 你这么好的公关小姐 八年难得一遇 所以马会不妨整理它 还没上班,还可以整理的 现在还有机会给你... 元朗,你穿白衣服就对了 元朗一大堆人穿白衣服的 一起打劍击 是的,为什么香港的劍击这么厉害? 就是因为我们... 其实自古以来,劍击是由元朗发明的 大家搞错了,不是欧洲人的宫廷运动 是元朗元居民事古以来的一种传统运动 这些就交给江文慧帮你演绎了 真是... 好啊 那我们就... 说到这里了 江文慧就不说了 近日都江文慧 那另外一个人 叫防汉庭 这个大家可能陌生一点 但是呢,我觉得这宗新闻 其实都很值得香港人呢 就... 关注一下啦 那最近其实呢 就有一篇文都下架了 在大陆都找不回 那就有一篇 戏文来的 那写这篇文的人呢 就叫防汉庭 那防汉庭呢 就何许人也呢 有些好像... 哪个啊 江澤民文胆 突然记不见是哪个 王滬寧 王滬寧 是的,王滬寧 那些感觉啦 那因为以往其实呢 都听过这个人的名字啦 都... 都... 凡是大湾区的那些东西呢 这个防汉庭呢 就都出现会写东西 但是其实 就不是他作的啦 那些东西 他都是一个工具 那他... 他就是属于中国国家高级的 国家浙江大学区域协调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员 不是研究分啊 那就2022年呢 那就已经开始呢 就找到他呢 就是一些... 就是对这个大湾区呢 就开始说三道四啊 那整天都有他份讲话 那最近他写一篇文就关于大湾区 那他写一篇文就叫做... 就叫做... 加大制度型的开放创新 打造一个越港澳大湾区2.0 正当其时 那什么叫大湾区2.0呢 那他的... 他的形容呢 其实就... 其实... 其实... 他都已经有一些声音是都有讲过 就是把大湾区一体化 哇... 你又怕不怕呢 如果你现在还要留在香港 你真的怕不怕呢 那... 那... 他那个... 他那个终极的建议是这样的 就是他那篇文的建议就是这样的 大家听清楚 他说建议设立一个中央越港澳大湾区委员会 OK 那你就听到中央这两个字 啊... 开始... 开始... 那他说就是把大湾区建设事权 立入这个中央管理 加强中共对大湾区集中统一领导 哇... 什么都中央啊 由中共中央主导 设计 规划 及战略决策 越港澳政府就只是做执行和落实 那这个... 先不要讲后面那些内容 但是如果你听到这里呢 其实就... 你不禁立即问 那... 那... 大湾区大概有... 广东大概... 九个... 九个... 八、九个省市左右啦 OK 大概都是这样啦 那那些你问他 没什么所谓啦 又自古以来 就是自古以来 都是中央主导的啦 对不对 那那些真的问题不大 他们想你怎么写就怎么写 但是回来的问题就是 那香港和澳门呢 那香港人和澳门... 澳门人呢 相对地人是适当啦 澳门人就会这么回答你的 最紧要每年... 是不是中央... 中央... 中央华视之后 是不是还是每年都有一万元先 有就可以了 我这些是澳门人 好了... 那回来剩下香港啦 喂... 那香港人是不是都要循例问下了 我们说一国两制的喔 高度自治的喔 OK... 那以前... 还拿回以前那一套来说 以前邓伯伯那一套就说 高度自治到怎样呢 就是... 国防和外交是交给中央的 其他东西全部都是... 就是... 地方自治的... 那你现在... 喂... 现在... 刚才他说的就是... 全部东西... 几乎都是中央去管理 中央去主导 中央去设计 中央去规划 喂... 然后... 香港政府做什么呢 香港政府以后就只是做... 执行和落实的而已 那这个是不是一个... 哇... 完全是违背了一国两制呢 那当然在这篇文里就没有说啦 那这篇文的内容呢 就有几... 有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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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开始讀了喔 那这个呢... 他有建议就是... 全湾一阵... 就是... 全个大湾区... 一个... 政策主导了 那就是中央啦 这个大家很容易明白 好了... 跟着呢... 哇... 这些恐怖的东西来了 还有... 全湾一币啊... 就是... 全个大湾区用一种获废 喂... 那... 那你都可以... 如果你只是聽這個字,好啊,以後大灣區就是用港幣 想創你的心,馬上告訴你 他說港幣和澳門幣和人民幣在灣區並存的幣端已經越來越突出 影響了灣區經濟一體化的進程 大灣區成為國家離岸經濟中心之後 因為他說要打造大灣區成為一個國家離岸經濟中心 所以就不應該再存在三種貨幣 那你就作為一個愛國愛港的香港人 你當然是有責任,只是集中使人民幣 使人民幣的離岸經濟中心越來越強勁 所以就沒有了港幣和澳門幣,怕不怕? 這個就叫做全灣一幣 再說了,還有兩樣,叫做全灣一靜 OK?就是所有大灣區的人都是用一張證 身份證都扔掉了,多幸福啊 真的要和江,又要用江文慧那句 今天不僅做香港運動員很幸福 在中央的管治之下,做香港人都很幸福 因為你將會有一張灣區綠卡 哇,美國綠卡你拿不到,不要緊 現在整張灣區綠卡你頂住 所以整個大灣區都會有一張灣區綠卡 駱駛的州,那駕駛都說了,那駕駛又如何呢? 駕駛當然了,全部都統一了 湯區的牌照,全部都整成了大陸牌照 不用再分粵港,澳門牌照全部不用分了 全部都用一種牌照 還有湯區的稅務全部呢,嘩,實施全灣一證通融呀 哇,正啦,這個真的沒得頂啊,香港稅務局都要結束 還有就是荃灣一關,最後一個叫做 整個大灣區,哇,這個真是很恐怖 這個是我是先知來的,我一早說了,應驗了,快就應驗了 就是整個大灣區一個邊界,邊界你說在哪裡呢? 當然不在你香港啦,就是在再北一點,在灣區和內地的邊界 兆關是不是最準呢?我答不了你,我也要檢查一下地圖 總之就是大灣區最邊緣的地方,然後跟非大灣區的內地接壤的,那就是邊界 那你想一下,你住在香港,那你真是多幸福啦,是不是? 以後就不是說,喂,我住在上水粉嶺,喂,不是 那些不是最遠,住在上水粉嶺的人已經突然感覺相當良好 因為很近啊,OK?你以後要住的地方呢,可能是羅湖,保安啊 佛山,廣州你一直住上去,其實都是一個大灣區,或者你喜歡叫香港有什麼 這個我真的很多年前已經說了,梁振英年代我已經說了 這個呢其實就遲早這個是香港的命運,即今天香港走到這一步 一定就連那條邊界都會消失了,將會模糊化,下一步就消失了 然後呢,香港就不會主導,香港只會成為在大灣區裡面 可能深圳的一個區,你把那個字抽走就可以了 香港區就不是再說香港特區的了,那這個很快都會應驗 那這樣說,那這篇文一整完出來,就... 7號,香港時間7號,這篇文已經沒有了 但是沒有了是否就是說,喂,他的... 就是...是不是... 是不是這樣就...等於沒有說過,當然不是啦 這些東西我們看的過程多,就告訴你什麼呢 放他出來,什麼時候收回,這些呢 就全部已經設定了,那這些呢就... 通常叫做玩一下,試水溫,看看外面的人什麼反應 那還有呢,其實什麼反應都不重要 就看看香港的建制派呢,就會識路了 開始怎樣跟著這篇文的內容呢 就開始將來的歲月,就開始拆鞋了 那這個呢,這些醞釀呢,就等於好像... 習近平說要永續國家主席那時候都是出很多這些文的 那所以我們看開國情的那些就知道 那如果你...我先說,OK,很簡單的 遲早是一定會應驗的 包括以上講的全灣一正,全灣一弊,全灣一正,全灣一關 是一定會應驗的 不過我只是說不到給你聽,那個時間而已 但是呢,都應該是可見的將來 所以香港...啊,真的... 我覺得這件事很嚴重的 你不要見我說得這麼輕鬆的,大哥,真的 是啊,即是他既要摧毀香港 其實他們講到尾都是想獻計救黨、救國的 什麼叫救黨、救國呢? 其實傑斯已經講到重點了 那些稅呢,稅務局不需要要的 為什麼呢? 那些稅,你的財政儲備、外匯儲備 全部就拼在大灣區一起了 喂,你香港政府剩下什麼功能? 保安、教育、勞工、福利 That's it,其他什麼都沒有 什麼國防、外交一早已經沒有 其他所有東西什麼都沒有 就是說你那些聯繫匯率、港幣、低稅率政策 什麼貨櫃碼頭要批給哪一個? 你的發尖道路怎麼蓋交通 沒有了 怎麼蓋起機場 沒有了 都說你做的就是保安、教育、勞工、福利 其他東西什麼都不關你的事 這個意思是什麼呢? 你說是他只是說的 這條矇嘴說的 不是的 他發佈這篇文章在中國社科學院發佈 隨便發佈的 他說明救黨、救國 就是說要你的錢幫他救中國 是啊,先供你的錢先啊,大哥 他進你家裡 當你是什麼709律師也可以 當你是城管要打壓的人也可以 就是當你潑墨裏下 個個我說你潑墨裏下就潑墨裏下也可以 香港每個人就好像沒有了老虎籠 就是這個地方已經完全老虎無欲、無人之境 那你說潑墨裏下架啦 傑斯講得很清楚啦 試水溫 還有這個是他們的鴻圖偉略 就算他是不刻意拿出來 可能不刻意拿出來呢 社科院擺明是故意釋放出來 給大家知道 我記得09年 曹耳寶寫過《學習時報》 就是治港的第二支的管事隊伍 那時候呢 就是我有寫文章說出來 之後就成真啦 中聯版 就根本是染染上升 兩條管事隊伍 那現在呢 今直部何直 已經到2024年了 15年之後了 今天就有個人寫一篇這樣的文章出來 然後就收回 意思是什麼呢 這個就是中國 未來想要做其中一種方略 就是換言之沒有香港的了 好了 香港人都沒有 變成大陸人了 記住 現在住在香港的香港人 你記住 很快將會就變成 自己就會變成大陸人 是啊 然後他就愚蠢 他就說呢 我要在整個大灣區 去實現零關稅政策 你零關稅對誰零關稅 那你當然對外國貨零關稅啦 你覺得美國 會進來嗎 會進來嗎 是 是不是 就是你會覺得他會進來嗎 你零關稅是沒有意思的嘛 防漢廳那些後面那些 那些飯鏟頭 完全不會有任何的幫助的 那個是要來騙人的 如果你要搞到這樣的地步之後呢 大灣區離岸經濟中心 其實已經是沒有了意思 因為香港的窗口都沒有了的時候 這個大灣區離岸中心有什麼意思呢 你說要跟我爭的很簡單而已 如果你這麼厲害 如果你中共這麼厲害 是搞得定的 今天啊 在這個大灣區裡面那些的深圳 廣州啊 就已經應該一早變成一個國際的離岸中心 或者一個國際的城市 或者一個國際的都會啦 喂大哥 你今天都做不到的時候 你這樣整整整整個大灣區 其實就是整色整水 但是 這個是習近平風格啦 中央管治啦 還有就是 將整個香港 直接結束那個一國兩制 一國兩制已經是正式結束的了 其實今天都可能是結束的 就是看怎麼看 說明是中共中央主導設計規劃戰略決策 而特區政府粵港澳各地政府 只是負責執行落實 而且說大灣區是中國突破 國際圍堵的明燈 那他這位就做了燈神 那他就說呢 港澳和國際市場沒有脫過歐 沒有斷過戀 沒有脫罪 就是脫離的秩序 於是乎呢 覺得呢 香港碰 中國企業和那些事業呢 可以利用這個 整個粵港澳大灣區 示威它飛地 去融入國際社會的 我看完之後呢 你發夢都沒有這麼早了 還有呢 你說這些事情 換言之是很顯然的 就是要香港 將那些爛船都有三斤釘 那三斤釘呢 還要貢獻給祖國 就是說呢 要你買顆子彈去搬自己 就是將香港所有的人呢 那些錢啊 所有的人剩下的東西 全部兜底 拜了所有的東西 以後呢 可能沒有香港律師的了 只有大灣區律師 就是大灣區律師 你看那個牌 大灣區牌 中國有個律師牌 有個大灣區牌 現在已經開始有了 但是香港律師的了 什麼蒲國法律 什麼大假法 那些國安法 重大假法 假法哪裡來的 英國傳統來的嘛 什麼普通法 三百幾頁文件 你叫那些 共產黨那些批 三百幾頁 四十七人案 寫三頁 漢奸走狗賣國茶 七個字講完 判一個坐牢 就行了 對嗎 這幫人 思維素差三十幾萬個月 你看李家車這些東西 喂 我為什麼不可以領 你們可以領 那幫人眼紅的嘛 大哥 這幫國安法官 我們的蘇惠德也好 彭寶琴也好 什麼李什麼什麼也好 你全部李韻騰也好 過來了 全部這些人 知道太多 把他們的 這些就是最後 我們香港人處決他們 就是這幫人處決他們 所以這幫法官 有吃一吃就好吃了 就是這麼簡單 將來都仍然有 因為大灣區和國內呢 都有邊界 那大灣區國際離岸中心 仍然呢 我覺得應該都會保留 大灣區普通法的 但是呢 大家不要抓錯 這個大灣區普通法 就不是我們今天講的common law 它全名其實就叫做大灣區普通話的法律 OK 所以全部呢 英文就不會用的了 就只是用普通話而已 還有我最關注的東西就是什麼呢 這些什麼荃灣一什麼那些我就不關注 我最關注的東西就是 以後就是說 特首 其實要改名啦 它其實就已經變了一個區長而已 那不只改名啊 大灣區有獎的 你連區長都不能做 大灣區 大灣區有沒有區長 我當你有先 有香港區區長 或者廣州區區長 我給回 是 是 喂 那我第一個問題就來了 這個問題我覺得呢 就是 其實以後 就是香港社會是必須要跟進的 這樣改發之後 那特首那份糧怎麼出啊 還不用五十萬啊 它少了很多事情啊 還有今天政府 除了 就是特首的位之外 變了區長 還有其他有很多位應該消失了吧 香港不會再有財政司司長啊 不會再有律政司司長啊 這些人不會有 喂 就是這樣說 那這個 林定國 陳茂波這些都失業的了 加入失業大軍的了 這件事其實是藍王一起都會 受到牽連 受到很大的影響的 那如果從這個角度去看 我都挺支持的 就是這樣 就是不如全部由大灣區搞了 那看看這幫人怎麼搞啊 就是 還有不用再出五十萬糧啊 都可以啊 是咯 是咯 我們不是用港幣 我們用利安人民幣 是 利安人民幣 是 利安人民幣 利安人民幣呢 有兩種形式 一個就是給現錢你 當然不會給現錢 你說給什麼呢 數字利安人民幣 是不是在那裡創 是咯 喂 其實現在出緊啦 阿桑普 是咯 這幫受制裁的那幫人 最有經驗 其實他們應該出來分兩一下 我們都出緊啦 現在 就是 每個月打保特首 就看到五十萬 這都是個數字來的 你要我拿 喂 你叫特首可以一個月拿到五十萬出來洗 我什麼都可以 好啦 我拿五十萬出來 我和李家超搏 你拿五十萬出來給我 拿過來加拿大 告訴我 證明給我看 你那個月可以拿到五十萬出來 我馬上送五十萬給你 真的不是說話 好多謝 五十萬拿不到出來 大哥 你按來按去 我想提一百元 又提不到十元提不到 是的 以過存款提款上限 不讓你提 不要問為什麼 他老頂問 你為什麼拿五十萬 走路啊 你現在 搬錢啊 大哥 你這樣 只是問你這兩個問題 你馬上就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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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錯制 打錯 我本來想拿五十萬 不過寫錯了五十萬 這樣啊 真是 真是 真是厲害 是啊 所以未來就會是這樣的 你說李家超是這樣的 各位 在香港的各位 你覺得你不是這樣的嗎? 就是每個人都很慘慘 就是變成了這個大監獄裡面 就是越來越烈 不要以為這件事情 推出來之後 他不會做 他真的會做 不過呢 他現在呢 就覺得亮一亮劍 然後呢 輸一粗給大家看 幾個小時 他塞了一把劍 那個劍槍裡 就是那個劍套裡 那將來會不會用呢 分分鐘就會用 我會覺得這個就是一個長遠規劃 也就是我和傑斯 分別就是大家都 就是人同刺心 心同刺 香港我們對未來的預測是很悲觀的 就是除非共產黨 是不是否則的話 基本上這件情況呢 是一直這樣持續下去 會越來越慘的 所以大家要規劃的話 不要當是 就是自虐等限 覺得是這些開玩笑而已 不是的 就是他現在亮劍 未來會做的事情 他這篇文的標題都很厲害的 他說 其中一句叫做 那個標題 後面那一半叫做 打造粵港澳大灣區2.0 正當歧視 那這個正當歧視 是什麼呢 就是 真的不用 那你想想 什麼叫正當歧視 香港現在 喂 就是 就是 美國圍堵之下 中國 中國都沒有運限了 那你香港 還用什麼 喂 還用什麼整天 你李家超在這裡 發夢啊 開口 你都說著 我們是國際聯 聯繫人 可能叫什麼 真植人 什麼植物人 國際植物人 這樣 喂大哥 還說這些做什麼呢 喂大哥 現在我不需要你國際啊 因為我們都 大哥 整個世界都已經開始跟我們 脫歐斷鏈了 那麼你香港都沒有價值了 這個就正當歧視了 香港不如你走進來 更加深入地走進來 祖母的懷抱 不是祖母 不是祖母 媽媽的懷抱 然後真正就做一個 做一個中國的兒子 所以你就要懂得犧牲 所有以前那些西洋雜野 全部都扔掉了 回到進來 總之 隔小句 阿爺就會照顧好你的了 你就要學一下 總之就是吃飽就睡 睡飽就吃這樣 所以 喂 我們不是危言聳聽啊 我們看完這篇文 不怕大家看不明白 然後解釋給你們聽 他就是告訴你們 送你香港一程 香港最後的命運就是這樣 很快來到 OK 如果你今天還覺得我們一個危言聳聽 那你真的沒有經歷過2019年 2020年 2019年 我記得我也會跟大家說 我不信共產黨會搞到香港 這隻金蛋變臭蛋 我還有說過這句 但是今天 對不起 告訴你 有多臭 跟你搞得有多臭 不是開玩笑 你不要看聽共產黨 共產黨沒有什麼厲害 毀滅的威力就是最厲害的 真的 是啊 這個就是很嚴重的問題 我會覺得這個毀滅威力 我一直都覺得是這樣 我不是那些有些人 經常說什麼經濟決定論 覺得說 共產黨要香港這隻金蛋 所以它不會毀滅香港 我從來都不相信這些東西 我會認為共產黨 是想利用這個香港賺錢 沒錯 但是共產黨最重視的不是經濟 不是財政 不是財富 有權力 有權就有財政 有權力保住 什麼錢財都可以賺 但是今時今日 如果它覺得 香港這個地方離心 覺得香港這個地方 有這個軟對抗 甚至它不是覺得 它冤枉你就可以了 它要說你吃了你 它要掠掉你的東西 咬了你的東西 就是等於老虎獅子 你問它為什麼老虎獅子要吃人 沒有理由的 你對它來說 你是一個食物而已 由你生出來 它生出來 老虎獅子注定認定你有肉 還有一股味 可以吃的 那就是吃你 有什麼理由的 沒有理由的 是嗎 所以香港人覺得你有錢 你覺得這些黃種人 黃皮膚 黑頭髮 黑眼睛 吃 就是這樣 對它來說是什麼意思 吃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 香港可以怎麼樣 離開是一個選擇 留下來也是一個選擇 但是留下來 我知道留下來的人 要比我們外面的人 會有更多的勇氣 還有更多的不測 要面對 這個不是勇氣 你要承受的東西 可能是超乎你原先的想像 我要提醒給大家聽這樣的情況 所以我說留下來 這個抉擇 我不會去批評 因為很多人 留下來命運共同體 日常生活的反抗 對抗不合作 跟很多人探監 跟很多人繼續去做事 賺好錢 為小孩的 有些走不掉的 沒有錢走的 有些繼續 就好像有個人這樣 穿著一件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衣服 繼續在那裡 你抓我 我坐幾年間 我不管你 我是為這個慷慨父義的都有 所以什麼香港人都有 我為很多留下來的香港人是致敬的 包括很多在看我們這個節目的人 我都不知道哪個時候 大家要翻牆才看到我們的節目 我都不知道哪個時候 大家可能出入境都有問題 回到大監獄都有問題 我都不知道哪個時候 大家會社會信用系統 照顧各位 甚至可以提出 將終極的方案就是說 剛剛這個防漢庭講的東西 就是說 全灣一正全灣一閉 全灣一正全灣一關 簡單來說就是消滅香港 會什麼時候出現 不需要等50年 這個速度下去 可能是5年10年外的事情 很快 已經完成了 很快 你別以為這件事很快 每次很慢 很快就會發生 所以大家要記住 情況未必容許大家 去做一些wishful thinking 這個情況會很嚴重 這個情況會很嚴重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香港的腐難的速度其實是 你要一年一年看的 現在 或者如果再極端一些是 是以月計 不是說五年十年的事情 就是 立此全照 你看下年再看回 再看下年的時候 看看會是怎樣 那另外一件事 我也覺得 剛才你也提過 就是我們 我們仍然有很多 很有勇氣的香港人 還繼續在那裡 留守著 在我們自己的家裡 就是我們其實 除了向它刺敬 我真的不知道說些什麼 但是在一個很艱難的日子 就是今天其實是越來越艱難 那說一下的就是 就是一位在今年6月12日 在沙田石門的港鐵站 就穿著一件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襯衫 然後就戴著一個黃色的大訴求FDNOL的口罩 然後就在6月12日 這個敏感的日子612 被警方截查 最後就是控告他 就是三項的控罪 那基本上就是用23條的煽動罪來控告他 那他將會都會認罪 那就是 早兩天8月6日 好像是8月6還是8月7日 香港時間8月7日應該是 那就上庭了 那上庭之後呢 就這件案就還押到9月16日再審 然後這位被告就是被還押 那他的辯護律師就說他都不準備打的了 就準備贏了 那但是呢就要時間看看點營 因為有交易的嘛 你落我三條charge而已 但是我現在認罪就未必吃光三條charge 那最後可能就是吃線畫 那補充一下 那為什麼會拿出來說呢 就是因為以前吃線畫 很久很久以前 吃線畫就幾個月而已 那到阿傑斯吃線畫 或者阿拜必吃線畫 那時候呢就已經是說 以連計 沒有幾個月的了 就以連計 連領 那現在23條呢 之下的煽動呢 如果我沒有記錯呢 最高刑罰就可以判到七年 那當然啦 這位被告處啟邦27歲的年輕人 那他應該叫做初犯 就不會一下子判到七年 但是那個起點 量刑的起點 都可能是會接近兩年了 那看一下現在 所以這宗案其實都有他關注的 值得關注的地方就是 好了 那現在我不打 我認了 那認了 那最後那個判刑又會是多少呢 那這個都會作為 就是以後的一個可能一個的參考 但是就是要說的就是極度荒謬 那他有做過什麼呢 他只是在6月12日 他穿了一件光時的衣服 還有戴了一個FDNOL的口罩 他現在面對著的判刑 我估計可能是一個接近兩年的判刑 那你說香港今天就是 可以惡劣到如此地步 那所以其實看到 有時候看到這些case 法庭的新聞 其實是相當之相近的 是啊 這位朱啟邦 他也不是唯一一個人的了 三個月以來 至少已經有三宗涉及23條本地立法的檢控案 是啊 還有黃婆婆 其中一個都是黃婆婆 還有歐建威 那歐建威、黃婆婆 還有這個朱啟邦 這三個都有 之前他有拘捕而沒有檢控的 就是支聯會那幾位 我覺得是合事合縷 就是因為周恆彤那件事 小童群秋會 記不記得嗎? 沒錯 沒錯 但是那一群拘捕了 就是沒有下案恐數 就是恐嚇他們 沒有下 charge 真的下 charge 就是這三個 那這三個呢 基本上就是 真是可能第一個被判有罪 就是這位朱啟邦 因為他是關文衛大狀 就是覺得 那我呢? 又是我的大狀 又是關文衛大狀 是的 很多次在關文衛 也都幫到警司那件事 他幫到很多人 真的幫到很多人 最近屯門爆炸案那件 其中有一個小孩子 判了8年那個 都是關文衛幫他忙 其實幫到什麼忙? 8年 我就不想詳細說太多的案情 或者那個什麼 但是總之我很簡單告訴你 關文衛大狀 多謝你 你真的幫到很多忙 如果不是真的不止8年啊 大哥 是啊 真是何止8年啊 而我認為關文衛大狀 他覺得很好 無論是法律 無論是他做的事情 令我覺得很激致讚賞 我也不知道在這個政權 突然去到哪個位置 會對付這些人 但是我會覺得 他們所做的事情 是低調、務實、清楚 而且他不會碰觸法律的一些底線 但是世界上無法無天 誰知道 今天呢 在這個煽動罪 請這一位 就是朱啟邦 認了他 其實交換了 另外那些條件很荒謬 一條就叫做 不服從要求 而出示身份證 已公查閱 其實這個就是公安條例 另外一條條例 就叫入境條例 就是說你沒有帶身份證出街 那你不還用沒有帶身份證出街 來告他 當時這一位 朱啟邦就沒有帶身份證出街 就說他呢 不服從要求 而出示身份證 已公查閱 這種條文是公安條例的要求 就是你有身份證 故意不拿出來 我們敢屈人都可以的 你下觀上 朱啟邦當日是沒有身份證帶出街 你就告他入境條例那條罪 關民衛就說 如果你改控我 入境條例那條罪 我承認 你這條罪我怎麼承認 擺明我沒有帶出街 不是帶出街故意不給你 這個就是律政司擺明用這個地方 我解釋給你聽 他就是告你幾條 然後他知道怎樣去令到你要承認 他要你承認那條 我就是過來人 然後他就會 cancel那些荒謬的 charge 就是這樣而已 這個經常都是這麼玩的 這是荒謬 第三條是油蕩更加奇怪 油蕩是為了意圖要干犯 你說我拿著什麼油蕩 那你就直接告我什麼煽動罪不算數 告多一條油蕩 就基本上是barkening chip 就是這幫這樣的邪惡的律政司 根本上是當法治與無物的 他當是一個遊戲 當是整人 是啊 去玩這件事而已 他整理而已 完全不是說你很均真 告訴你你犯什麼法 ABC 犯什麼法 他整個是一個 weapon weaponized the whole judiciary 他crack down you 大家批評美國很多東西 當然值得批評 但是香港的問題 更加是weaponization 他基本上就是 將整件事視為統治工具 這些等於以前的衙門那些衙差 告你幾條罪 再不再去吃甲棍 吃甲棍 下什麼甲手指 好像大家看九品芝麻棍那些 完全一樣 就是我這些情況 對付過阿傑斯 對付過很多不同的人 我自己看回這一幫這樣的所謂法律人 你們賺這麼多錢 帶著這些 穿著那些馬垮上去這個 這個法庭做事 但是你落地獄的時候 剝掉你這樣的表皮 你剩下的就是一個魔鬼的靈魂 你將來可以可能道歉 將來共產黨署到胡宣 第一個就說 嘿 我知道共產黨是壞的 我告訴你 我帶路黨 這些共產黨是壞的人 你說我會不會原諒這些人 是不是 不要說我原諒 你說上帝會不會原諒這些人 你做的什麼 人在做神在看 將來死後有審判 你什麼都逃不過 你說我沒有宗教信仰的 我是唯物辨證論 總之死後沒有一團煙 那你就繼續相信你的東西 但是我自己相信 人在做神在看 今時今日你做的所有事情 都是天家是有紀錄的 OK 你不要以為這幫人說我沒有後果 我不是要大家報復他們 上帝就會對他們做最好的審判 這樣就嚇我而已 我不信 你可以不信 你信不信不影響到事實的真相 你信不信不影響到真理 世界就是圍著你信不信來打轉的 這個世界就是你信 而建立一個世界的 所以我說了 這幫人始終都要面對承罰 應罰 而我到時覺得 未來的痴獄防衛館 黑盡他的名字 在他們的痴獄署上面 第二 朱契幫 歐建威 黃黃河 很多這些在支聯會幫助過很多的人士 就是我不能盡錄他們的聲明 他們的周恆彤等等的人 他們的風骨 他們的勇氣 就是我們香港人的精神 我相信只要一日 這些日常生活的抵抗 是不停止的話 我想全世界都會提到 而我在台灣有時候 面對很多的台灣人 他們會說 香港已經玩完了 香港已經死了 跟中國一樣 如果我們香港人 一直是跟我們說這些 而不斷的echo 停在這個地方的話 會有一個很危險的結果 那危險的結果是什麼呢? 他就將全部港澳條例廢除了 這個危險的結果會出現的話 是很可怕的 外國對於香港所有的 不承認你特區護照 不讓你美國簽證 但是有這個報應的 你不斷這樣說 香港玩完了 沉淪地獄 跟中國一樣 Food stop 那你美國 英國 歐洲 日本 台灣 怎麼看待香港人 所以我們在外面的一個很重要的東西就是 如果香港人給我們看一種 日常生活的抵抗 有人探監 有人去不服從 有人去聽審 有人哭 有人去講出真實的香港故事 給外面的人知道 那人們會覺得 香港人和特區政府是不同的 香港人和中國大陸的人是不同的 這件事才是最重要的東西 我們講幾多東西都沒有用 真相才是最重要的 香港人如果有這樣的骨氣 請繼續持之以恆堅持這個骨氣 我們都會在外面 真是把香港人的真實故事說清楚 我剛剛想說的就是 我們離散了 其實我們的無力感 有時候無力感都很大 我們 我都出來一年多 這種無力感除了在我身上 其實我想在我認識的人身上都會很大 但是我們有時候會突然感覺到很沮喪 怎樣怎樣 但是我想剛才好像桑寶說 就沒有什麼條件沮喪 我們都是繼續 我們繼續努力這樣去說好香港的故事 我想我們離開了 我們今天可以做的事情就是 我覺得這件事大家都應該肩負起的 當然不是說好習近平說的那個說好中國的故事 我們是親身的經歷者 我們就有責任去如實這樣說給世界聽 香港曾經發生過什麼事 香港今天變成怎樣 香港人本身我們自己以身作則 在外面也做好一個香港人 我想這些就是每個人都應該做的 我們離開了的每個香港人其實都應該做 還有我們都應該有能力做得到的 所以希望大家加油 努力 我覺得這樣一點點都叫做 對得住今天還留守在香港 仍然不就範不認輸的香港人 是的 希望大家加油努力 每一次講這些題目可能會覺得很灰啊 其實不用灰的 我希望有信念走下去是辛苦的 但是我希望每個人都要留意 不要有對自己即時的風險 懂得自己安排自己人生 同時也都是為很多 因為公義而被迫迫的很多人士 去祈禱去關注他們 去記得他們的名字 有機會可以探監寫信旁聽 這個我覺得每一個仍然留在香港人 可以做到很多東西 而我們在外面的 很多人聽著我們在香港以外的人的 也都要將他們的故事 和旁邊的人好好講清楚 我想這個聲音 就是一傳十傳百 是可以起到一些 你意想不到的良好作用的 希望大家努力 不要放棄 是啊 心連心 大家仍然緊扣 就是沒有東西可以隔開我們 在主於內 我們仍然都是共通的 所以這個很重要 大家要記住 今天我們就談到這裡 我們下個星期的 新桑海神州回來 再跟大家見過 多謝桑寶 多謝桑寶 多謝傑斯 OK 拜拜 拜拜 多謝桑寶